钢瓶二维码,一瓶一码,成为钢瓶的专属身份证。 钢瓶进站前,厂站工作人员对运输车辆及空钢瓶进行扫码记录。 入站钢瓶按照合格、超期、报废钢瓶进行区分入库保存。 在厂站冲装台,所有冲装设备更换成了带二维码扫描功能的信息化联网电子称。 冲装器,在钢瓶冲装前进行扫码操作,记录复合钢瓶信息。 在钢瓶出站前,厂站工作人员对运输车辆及时评进行扫码记录,完成钢瓶在厂站内所有流程的信息化录入。 在钢瓶盗户时,由送汽人员对用户处空钢瓶进行扫码记录,将回收空瓶中的用户信息进行提取和消除。 上述每个步骤均通过二维码钢瓶信息管理平台记录管理,实现对钢瓶流程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和跟踪追溯。 截至2017年5月23日,陆桥区三家液化石油器除配站,自持有二维码钢瓶总量为346,678个,以基本完成全区的钢瓶置换工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